读头条看事件 我们首先带眼看到华尔街日报 美国中情局前雇员史诺登 让全球对于国家安全跟个人隐私之间 平衡的争论热烈讨论 美国国安局局长亚历山大表示 目前的监控是防止潜在威胁的最好方式 如果要彻底结束计划 那么会造成美国无法承担的风险 不过就算如此 美国总统欧巴马 日前对于窃听德国总理梅克尔 长达十年的事情已经道歉了 也保证不会再发生相同的事情 好 跟中情局也有关系 就是六年前在伊朗失踪的中情局探员 罗伯特列文森 日前遭揭露依旧为美国中情局 在全球各地来搜集情报 对此目前美国中情局 尚未做出任何回应 你看到这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好 还有来看到国际纽约时报 每年全球有五百万人 因为吸烟失去了生命 死亡人数甚至高于艾滋病 正当全球现在努力修法 来降低烟草对国民健康伤害的时刻 烟草公司政府是单单 落后还有发展中国家 因为这些地方尚未严格实行烟草管制法 这也就意味充满了伤机 好 关于健康 我们的食品安全来看到英国卫报 今年年初欧洲马肉混冲牛肉事件 显示欧盟的食安有严重的漏洞 也让向来养马当宠物的英国人大为反感 专家更表示部分动物的肉 会造成人类消化系统的负担 并不适合吃 也呼吁欧盟应该要谨慎 落实食品标示 才不会让不肖厂商有机可乘 好 这就今天的独头条看事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柜 - 项目